大家好,我是艾尔嘉 二次大战前后 哲学上出现了一种学派 称为现象学 他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 胡塞尔 现象学是研究现象的一门学问 他要研究的是现象背后的 本质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现象是 变化的,多样的,本质是不变的 根本的,现象学研究的是 现象背后是不是有一个 不变,根本的,本质存在 那这个学派呢,用的是一种描述法 描述的过程重点在于 存而不论,或者称为放入瓜糊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容易明白了 例如,你现在想要研究一下 基隆庙口,看看它有没有什么 本质存在,你要开始描述它 第一步呢,你要先放下各种 主观的情感 你可能跟老婆在那里认识 于是提到基隆庙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很幸福,或者你曾经跟情人在那里分手 提到基隆庙口,你就会觉得有一股莫名的悲伤 你要先放下这些快乐 悲伤或是兴奋紧张的情绪 先把他们存而不论 放入瓜糊 先把他们摆在一边 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描述 第二步,你要设法放下一些深入为主 或是别人告诉你的想法 也许有人告诉过你,基隆庙口很脏乱 或者你一听到夜市,就会觉得人体很快窒息了 你要先放下这些想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三步 你要亲自去基隆庙口看看 然后设法家里描述 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思想的主体 面对的是基隆庙口这一个对象 然后把它看仔细 通过一层层的剥落 从而不论,放入瓜糊 一层层的超脱 以便比较容易能够面对现象本身来加以掌握 这种放入瓜糊的哲学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有用 它可以强化我们脑袋里面的真错神经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人云亦云 或是一些比较诱人的陷阱 我们现在举三个例子 大家一起来感觉一下 第一个例子 有人传了一部影片给你 内容可能相当耸动 害人听闻,不可思议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 因为好奇心 你的意识很容易会在第一时间 指向影片内容 然后轻易相信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 把好奇心先放入瓜糊 然后跳出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影片是无意中拍到的 还是故意拍的 如果是故意的 是不是有可能要去误导你 去相信某些事情 当然不是说影片都是假的 而是你要想到有假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这种把好奇心 放入瓜糊的提醒机制 你便很容易人云亦云 无意中成了丧波遥远的帮凶 第二个例子 你是一个公司主管 你底下有一个超级业务员小明 他对公司争取了很多订单 结果呢 有一天小孩来跟你告状 说小明功气私用 过没几天 小英跟小林来告状 说小明功气私用 有可能小明真的是一个烂人 他做人失败 只是他善于伪装 有可能是小明树大招风 人红招气 有一句成语叫做 三人诚苦 意思是调言再散重复 也容易使得信你为真 你跟告状者是一种现场面对面的 我与你模式 你跟被告状者是一种 不在现场的我与他模式 身为一个主管 如果你只具备专业能力 而缺乏世人与民变是非的能力 这种我与你的现场模式 很容易因为三人诚苦的人性弱点 让你的意识直现告状内容 然后轻易相信 这个时候 你要把三人诚苦的人性弱点 先放入瓜糊 当然这一点很不容易 然后跳出来 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别人在说小明坏话 小明从来都不说别人坏话 这样一想 或许有很多真相 就会慢慢浮上谈念 第三个例子 大家是否有听过 庞氏骗局 就是以高利率为诱 来引用你投资的一种 以拉人为主的老鼠会 贪念是一种人性 当你听到这种好康的咚咚 因为贪念 你的意识很容易 在第一时间指向诈骗内容 然后轻易售骗上当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 把贪念这种人性 先放入瓜糊 当然 这件事比三人诚苦又更难了 然后跳出来 问自己一个问题 世界上真的有投资 没有风险的东西吗 如果这么好赚 他为什么要来找你 这种逻辑也适用在其他一些地方 例如有一些专门收费人的股市凝嘴 如果那么好赚 他为什么要出来收费人 他出来分享吗 他出来做功德吗 你相信吗 如果没有这种 把贪念放入瓜糊的提醒机制 你便很容易受骗上当 甚至不小心会请家荡产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真的蛮惨的 从以上三个例子 我们可以将说 放入瓜糊 可以当作是一种 把表象还原成真相的提醒机制 当某些人事物 对你的想法或情感 造成强烈冲击时 你可以提醒自己 先把一些人性 例如好奇心 三人成虎 或是贪念 先放入瓜糊 然后跳脱出来 以一种追求真相的哲学态度 重新加以试试 或许也会因此解锁 很多前所未有的思维心事业 好 那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你 哲学是我的左脑 音乐是我的右脑 我是艾佳 我们下次再见